Michelle的年紀不是很大 其實我覺得她家裡發生這種事 她一定要堅持下去 首先對女士更加不用說 一定要熬過危險期 希望她快點痊癒 知道鄧女士要接受第二次的移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她用我的肝 可以延續她一星期的生命 如果她不是有這一星期的生命 她是不會等到這個絲肝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如果用我0.5%的死亡率 換來鄧女士有90%的生存率 她的生存率非常值得 都要將心比己 如果到時有一刻 到我家人有事 或是我也未必和鄧女士的情況 那個個案差不多的時候 我都會想有死亡或奇蹟發生 但我覺得在器官捐贈方面 可以更加… 希望更多人可以關注到我這個問題 可以更加多人支持器官捐贈 可以將這件事為外人間 也可以燃點更多人的希望 接下來的畫面